大家好 我是小屁 5月7號台服天堂還有音樂改版內容太多了 它分成上下兩次出 那我上一次的那個改版重點分析影片的話 則是上集有四個消息 那這一次下集的話 則是有非常多的消息 那我就取其中的重點來進行分析 那因為有很多的系統 我之前都有做過那個詳細的解說影片 比如說像那個新娃娃新變身的影片的話 我可能就會附在下方的留言處 影片開始之前請先檢查一下 有沒有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還沒訂閱的朋友們記得訂閱喔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世紀限時移民 這一樣是大移民 然後可以持續三個禮拜 那大移民的部分這一次是可以轉四次 OK可以轉四次 那這個我相信大家應該都不熟悉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不陌生了 所以說這邊我就不太多說了 接下來下一個就是簽到更新 這次的簽到更新有兩個點 第一個就是這個守護石碎片 守護石碎片在第7天第14天 第21天第28天可以拿到 那你都拿到的話 你就可以製作一次守護石 守護石就是拿來做這個星盤系統的 好然後第35天 它是直接給你一個隱藏的GAMMA Coupon 那這個的話就是用來贖回變身合成的 但是它的期限就是在這一次簽到裡面 你合成失敗的最高階級的變身 你才能贖回喔 所以說這個就是我們之前請大家 去屯卡忍住的原因之一 接下來就是這個遊戲設定優化與調整 那它這邊的話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這個金色勳章 金色勳章的話是世界副本 將有機會會掉落金色勳章 世界副本就是所謂的拉洞迪比斯奧塔 這樣子 然後野外BOSS以及下亞塔的BOSS 也會掉這個銀色勳章 那金色勳章以及銀色勳章的話 它是可以用來製作紫布、紅布跟藍布 然後也可以換名譽臂 或者是紫色的項鍊、紅色的戒指這樣子 但是但是除了紫色項鍊跟紅色戒指以外 其他的都是機率性製作 所以這邊的話我只能說啦 它這個你一隻王可能才一個勳章 所以這個其實很難達成 只不過隨著時間的推進有可能 半年後或幾個月後有可能就有機會 可以來製作這個紅布或者是紫布這樣子 然後你如果你不想要去製作裝備或是布的話 你也可以用來去篩卡池 但是這個卡池目前是全部都是有期限的 7月1號就會刪掉 那這個的話應該是7月1號之後 還會出一個新的那個一組卡池這樣 然後以及BOSS的一些掉落有新增 但是這邊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基本上都是BOSS的 只不過最後一個我有點問號就是這個火焰弓箭手 這個火焰弓箭手他原本就會掉捕捉啦 為什麼他這邊還要再新增一次 這個我就不太懂 對但是其他的BOSS的話 你們如果有在吃王的玩家們都可以注意一下 OK 然後新增的這個LFE跟TH 這個兩個屬性算是已經 在之前的韓服天堂已經出來蠻久了 那台服之前的屬性界面變更的時候他有出現 那現在正式實裝啦 簡單來說 生命跟死亡 就是用來打架用的 沒有打架用的玩家不需要用到 好 然後萬能藥的使用上限是增加30頻喔 是增加30頻 對但是你每個屬性的點數 你最多都只能多點15頻這樣子 好 然後祝福屬性優化這個BUFF 這個是你如果是有紫色的武器 或者是神化的武器才有機會又會用到 那你就可以去洗他的隨機屬性 你最多可以獲得這些屬性的三種 對那你每洗一次 你之前的屬性就會被洗掉 所以這個就是給客長們一個再次強化的機會 但是你祝福富裕卷軸 就是要非常的 要用非常的多消耗非常大 歐靈副本通關之後 變成了歐靈的戰地品箱 打開是保底一張歐靈的日記碎片 OK然後機率會獲得祝福與捲軸的守護石 然後以及藍變跟藍蛙 新藍變跟新藍蛙 好 這一個我們之前開墩墩靈的開了344箱 那結果就不好說啦 有興趣我也會附在那個 影片附在影片下方的留言處這樣子 然後介面更新 介面更新的話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 是這一個那個製作介面 你們可能大家需要去適應一下 因為變得有點複雜一點 雖然說是說優化啦 但是因為第一次用 所以說會比較複雜一點點 OK 然後以及有這個掃描了 掃描的話你按一下 它就會把你畫面中的一些 比如說NPC啊 或者是迪猛啊 給掃 給那個自動搜尋 而且你奧塔Buff球也會搜尋到喔 對然後快捷鍵 中間跟右邊都變成五格 各五格這樣子 OK 然後接下來還有一個就是 在開背包的時候 會開啟在最後一次打開這個位置 這個應該是對蠻多人來講 是一個 終於改掉了一個 比較方便的一個設計啦 OK 下一個就是這個 錫琳的特殊組合包 這個也是持續三個禮拜的活動 那這次 這個就是所謂的充等包 那充等包的話 大家想要知道的就是這個龍之龍玉啊 龍之龍玉是有辦法可以存倉的 所以說你今天你如果沒有想要充分身的話 也許你兩千鑽也可以買一個龍之龍玉 OK 那這個充等的話 因為跟之前的充等包內容物其實大同小異 那我就不多做介紹了 接下來是這個特殊最高級抽卡組合包 這持續兩個禮拜的活動 那總共出了兩箱 那一箱都是兩千鑽 那一個是變身一個是娃娃 那內容物的話就是聖水十罐 然後變身或娃娃抽卡包 也就是十一抽一組 然後名譽貨幣補給箱 跟特殊變身卡製作證書 名譽貨幣就是可以開到一到五十萬 那特殊變身卡製作證書 跟特殊魔法娃娃卡製作證書 則是可以用來製作這個新的 這次改版新的變身娃娃 紅變紅蛙 那其中紅色的是稀有紅 兔子少女跟大腳的馬油都是稀有紅 那你只需要兩個證書 你就可以來做 那失敗的話會還給你2500變身幣 也就是說你至少做一次紅變紅蛙要4000賺 那這個天鵝的勞安格林跟暗黑長者 雖然說他們是新出來的 但是他們不是稀有子 但是他製作一次你需要4張證書 也就是8000賺 那這些新的變身跟娃娃的屬性跟卡池 我也會放在我的影片下方留言處 那個分析影片這樣子 接下來是這個七黑死亡騎士變身 不死鳥 娃娃變身 這持續兩個禮拜 這我快速帶過 就是你可以選擇七黑死亡騎士 或是不死鳥抽卡 有機率可以直接抽到這兩隻 就是紫便或紫蛙 OK當然看看就好 接下來是這個施立安的高階組合包 這個是持續一個禮拜的活動 這個的話我就覺得還不錯的一個組合包 他也是一樣是有分兩組 一個是變身娃娃 然後每個帳號只能買兩次 好那你就可以看了一下 他的內容物1200賺 內容物有龍賺100顆 祝福富裕卷軸一張 然後名譽必香 變身製作業必香 各一箱 那當然這個都是一萬到五十萬 隨機的 然後變身卡片箱製作書 萬能補充寶石兩顆 龍之珍珠三十顆 戰鬥強壘卷軸十顆 以及兩百萬天幣這樣子 那如果是娃娃的話 就是變成娃娃製作硬幣 跟娃娃箱 娃娃卡箱製作書 那這個製作書可以用來做什麼呢 他是可以用來製作 藍變紅變跟紫變 對當然你製作一次也是需要兩個製作卡片書 卡片箱製作書 要兩張卡片箱製作書 他這個稀有的不是說什麼保底稀有藍 不是 所以說還是會有機會可以開到職業藍之類的 OK 好 那這一箱的話 我們就不論去做那個藍變 他如果去掉這個製作書的話 他1200賺我個人也是覺得不錯啦 因為至少他要給龍鑽住富裕卷軸 然後以及這個名譽金幣跟變身製作金幣 對當然你如果真的要說他價值最高的話 當然也是要買兩箱啦 所以這個就是給玩家可以買一次或兩次的一個選擇 接下來就是這個GAMMA Coupon 這個GAMMA Coupon的話 這一次是輪到了武器裝備 你只要花100天幣 你就可以贖回你2020年4月29號 然後跟到之前開服的2017年12月11號 你衝爆了最高階級的稀有裝備武器 你可以贖回一次 對當然你要衝爆了才能贖回喔 你不能說什麼 你原本你點 你有一把加8二單 然後你上次把它贖回了 你沒有點爆 然後你下一次還想要贖回那一把加8二單 不行喔 不行喔 接下來是這個卡片合成點數系統 這個就是所謂的保底系統 5月6號就開始保底系統了 那這邊的話我就不多做介紹了 你只要失敗一次就會累積一次的一個點數 對那你如果 呃 期間內你成功了點數也不會歸零 那大家比較有興趣的是 之前的 呃 失敗的點數是什麼時候歸還呢 這邊的話 官方他是有寫說 5月11號 11點59分前會發送 對所以說 你現在如果還沒有拿到之前失敗的話 呃不要著急 不要著急 因為可能很多人都還沒拿到 接下來是這個新增魔法變身以及魔法娃娃 那這個的話我一樣是 因為我有做影片 所以說把這個 影片下方的留言欄這樣子 然後新增的飾品 手環 一樣我也是把這個 影片放在影片的留言處 但是這一次他有新增的一個東西 讓我覺得有點奇妙 就是 他這個龍之手環跟惡魔手環 直手環竟然是可以製作 雖然說在遊戲裡面 目前還不能製作啦 但是他先把這個材料弄出來 也許台服不久的將來可以製作喔 那這一次可以轉換高階妖精跟騎士 那你一個伺服器 妖精可以轉100隻 騎士可以轉50隻喔 雖然說以韓版經驗來看的話 是不太可能會滿啦 因為這個都是舊職業了 對然後他這一次是 轉兩個禮拜的時間而已 所以說你們如果要轉的話 真的就是把握時間啦 那頂尖課長的話 如果有去看金大台的話 知道紙裝 真鳴王系列的紙裝 你轉到那個妖精 其實可以轉 這一次最新的 比如說什麼烏格魯斯的胸甲 之類的那種 比較高CP值的紙裝散裝 對所以這個大家都可以去參考看看 OK那 你要75等以上才能轉喔 才能轉喔 好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改版重點分析 這次下集 上集的話我會放在影片下方的留言處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歡迎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這一次的改版真的非常混亂 所以說 我是覺得很多東西可能 官方會延後開放 或是會一直臨時維修也說不定 OK 記得訂閱小PYT頻道 以及把這部影片分享給 所有喜歡玩天堂M的朋友們 我是小P 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掰掰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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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為了 請訂閱小PYT